6 7 8 1 2 3 2 腳掌 4 腳本要控制然後做的拳腳 1 2 3 4 4 拳腳 OK 2 1 2 3 4 再走 OK 好的 正面 動嗎 正面 按下 非常慢 OK 先 configure program知道,和食尿左手的 Isto會不會 phi crane 1 3 4 拳前發 好 omega 1 2 3 4 拳面 игр 在弹动的同时 下一步啊的时候是还原 OK 1 按 2 两下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还有两个一个韵语 两个韵语 非常的准确 按 1 按 2 OK 曲 曲 骨腾 行动 然后以主力腿为轴心 那么主力腿的着重点是哪条腿 是左腿 明白了没有 动力腿就是跟随 动力腿跟随就可以了 OK 再看一次 7 8 2 1 曲 OK 肚子不要很大 这是保持住 这是保持住 1 1 曲 这是两拍 对不对 就是 曲了 3的时候 仔细看 7 然后3的时候 依然是保持刚刚的位置 保持我刚刚讲的脚步 保持刚刚讲的脚步 主力腿推起来 然后骨盆的力量是还原 2 3 看到没有 我是还原 然后动力腿 经过主力腿 看 经过脚边 交叉 千万不要这样 OK 他就是经过脚边 以主力腿为着重点 去 然后推起来 交叉 到位 去 3 OK 就是3 然后还原骨盆了 对不对 骨盆是拎住的 还原了 现在也是正的一个位置 然后R4的时候 去交叉 去 收脚 然后打开 R4 不变 OK 这一步是不变的 这一步不用做弹动 OK 这一步不用做骨盆的一个弹动 就是3 然后R4 并脚 R4 到位 到这个点 然后再去做 R5 相同的要求 相同的要求 在弹动 在基本的前后的弹动之后 在基本的前后的弹动之后 就只有在 刚刚我在数的 1和去的态值上面 明白了没有 再看一次 3 4 到位之后 2 1 1 2 到位 2 3 3 还原 3 4 收脚 UP 然后4的时候 看我的重量是 后脚 推到前脚 有一个缓冲的力量 也就是说落脚千万不要这样 不要3 4 垂直沉下去 它有一个后脚的推动 前脚的踝关节有一个控制 3 UP 控制 缓 UP 再去做 UP 去 这就走 OK 这个 跨骨的两个弹动 是不是非常简单 不简单 对不对 那么 非常的简单的同时 那么接下来 我也就不问你们清楚了 因为就两个跨骨 好吧 就两个骨盆有一个弹动 那么 接下来 就要和弹动形成一个配合的 和弹动形成配合的 就是在每一个步伐中 它的转动 它的转动和上身 经加后背的配合 OK 和身体的配合 整体的一个协调性 它就要出现了 因为它有弹动了 那么弹动之后 就需要找到 你们在弹动之前 跨骨在哪里 那么跨骨的位置是否是转动的 那么转动的同时 它就会有一个身体的对抗力 身体的对抗力 OK 好的 那么 我接下来往下说了啊 弹动时 膝盖要靠一起嘛 状态的弹动的位置 OK 然后弹动的同时 咱们带到动作里面去 那么 在刚开始 你们清楚的 合肢部的最基本的步伐 好 那么接下来 带入跨骨的运动 OK 也就是7 8 按 收脚 按 收脚的同时 脚盘拎起来 先不变 先不要去管这一步 这一步先是收脚 好 不动之后 1的时候 看啊 1的时候 去做弹动 去做骨盆的弹动 我在出脚的同时 脚盘落下去的同时 去做弹动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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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现在让你们做的弹动就指示向前 指示向前 明白了 指示向前 彎 彎 彎去的时候注意 彎彎去的时候 出脚的同时骨盆回正 彎彎 然后去的时候 继续转换方向的同时做一个弹动 去 去 多简单啊 两个弹动做清楚 第一个收脚 彎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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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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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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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看一次 7 8 1 2 肚子头要很大 就是保持住 1 2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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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持刚刚的位置 保持我刚刚讲的脚步 主力腿推起来 然后骨盆的力量是还原 3 看到没有 我是还原 然后动力腿 经过主力腿 经过脚边交叉 千万不要这样 OK 他就是经过脚边 以主力腿为着重点 去 然后推起来 交叉 到位 去 3 OK 就是3 然后还原骨盆了 对不对 骨盆是拎住的 还原了 现在也是正的一个位置 然后up ball的时候 去交叉 去收脚 然后打开 up ball 不变 OK 这不是不变的 这一步不用做弹动 OK 这一步不用做骨盆的一个弹动 就是3 然后up ball 并脚 up ball 到位 到这个点 然后再去做 啊 哇 相同的要求 相同的要求 在弹动 在基本的前后的弹动之后 就只有在 刚刚我在数的 弯 是吧 去的态值上面 明白了没有 再看一次 3 4 到位之后 up 1 1 2 到位 对不对 2 然后3 3 还原 3 up 收脚 up 4 然后4的时候 看我的重量是 后脚推到前脚 有一个缓冲的力量 也就是说落脚千万不要这样 不要 3 up 垂直沉下去 还有一个后脚的推动 前脚的怀关节有一个控制 3 up 4 控制 缓冲 up 再去做 up 7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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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 5